有中共政法委背景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最近持续侵扰未在尖沙嘴的法轮功真相点 构陷法轮功学员在场向路人讨钱收捐款 香港法轮功向警署报案 促请警方执法制止暴行 勿纵容恶党制造冲突 中共清官会半年多来 除了不断悬挂污蔑法轮功的横幅之外 自本月初开始 又在游客聚集的尖沙嘴天心码头 用新招试图构陷法轮功学员收捐款 去向路人讨钱要犯那个碗 然后写个多谢 然后我们学员在哪里打坐 在哪里练功 就把那碗摆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误导世人 觉得我们法轮功在向路人在讨钱 每天都做这样的动作 我听他们说大概是说 做一次拍一次照 然后传给他们的头 就加500块1000块钱的奖金 法轮功学员多次向警方投诉 无效 星期一 清官会又来挑衅 有学员不小心将碗打破 随即被恶党团伙诬告 被警方带走 法轮功学员决定向警方报案 控告清官会侵扰 并呼吁正义市民制止中共继续行恶 其实当时已经迫害了这种香港的法治和正常的管理的秩序 现在我希望大家都伸出正义之手 拨打香港政府的热线1823做出投诉 大家一起来制止中共帮凶的这种恶行 维护好香港的法治 他强调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向世人揭露所受到的中共迫害 而中共此举只会适得其反 反而会让更多世人了解中共邪恶 站到正义的一边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